佛法之旅 生命 天使 和你在一起 佛法之旅 生命 天使 和你在一起 接下来请收看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佛法僧被称为佛教三宝 佛学中还有三皈依的说法 指的就是皈依佛法僧 有一种鸟学名叫三宝鸟 属于鸟类中的佛法僧科 或许这种鸟的品性与佛教有某些相似之处 所以才取了个这么有趣的名字 阿明家世代都以训三宝鸟占卜算命为生 在他很小的时候 他的父亲便将这个手艺传授给了他 这些挂签可以补出你的官运 财运 兽运 婚姻 子嗣 请先生写下您的姓名和生辰八字 神鸟占卦百事百灵 小哉解难欲知己凶 这位先生 神鸟抽的是上上千 您这次去西边经商 必能生意兴隆 日进斗金呢 哈哈 借你吉言 有神鸟保佑 看来这次一定会大赚一笔的 爸爸 这只鸟真的能占卜算卦吗 阿明啊 这里面可是有技巧的 鸟要叼哪张签诗 完全掌握在我们手里 只要我做出一个特定的手势 它就会去叼标有几号的那张签诗 哦 原来如此啊 阿明 你身体弱 做农物赚不到饭吃 好好把这个手艺学会了 以后也能谋生 嗯 好的 转眼间 阿明长大了 为了虎口 便驯养了一只叫宝儿的三宝鸟 并在镇上摆了个算命摊 这宝儿极有灵性 每次按照阿明的手势 雕出相应的挂签 从来没有错过 宝儿 天快黑了 我们该收摊回家了 大嫂 算个命吧 神鸟粘卦百事百灵 先生 我 大嫂 不必开口 你只需要把姓名 出生年月日写下来 神鸟就能将你心中所想的事 算出来 嗯 好的 她的眼睛又红又肿 显然哭过很长时间 而且是从药店出来 很明显 家里有人病卧在床 她既然买了药却又来问卦 由此可见 病人已经病入膏肓 快求医无门了 神鸟粘卦百事百灵 消灾解难 欲知吉凶 这个女人的霉运都写在了脸上 应该给她一张下签 第五十六章的卦语 最适合她目前的处境了 取雕 第五十六章 先生 他是不是不愿意替我算命呢 不是的 是你的命太苦了 他在为你伤心呢 哦 宝儿今天是怎么了 赶快去抽签啊 中签 怎么回事 我明明让她叼来第五十六章下签 她怎么叼来了一张中签啊 先生 怎么样啊 哦 这是一张中签 一棵大树枝叶黄 树上鸟儿心惶惶 东去寻得圣水来 浇灌病树发心芽 这是什么意思啊 大嫂 按照卦签所说 你的家人病得不轻 你从这儿往东走 或许能找到救她的办法 我丈夫的病 医生都说没救了 难道你这只鸟 真的比医生还管用吗 人算不如天算 大嫂 你就去东边试试吧 嗯 好的 只要有一线希望 我都会试试的 你这个笨蛋 怎么会雕错挂签呢 万一那位大嫂的丈夫 一密呜呼 她找上门来 该怎么办啊 啊 然而一个月后 那位妇女满面春风地来到了阿明的算命摊上 并对她千恩万谢 先生 真是太感谢您和您的神鸟了 我按照您的指点 往东走了大约三公里的路 就遇到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中医 她听说了我丈夫的病情后 便给了我几颗祖传的药丸 我丈夫服下后竟然奇迹般的好转了 竟然真的有这种事情 那位老中医我也听说过 她是北京一位有名的名医 上个月回老家办点事情 只停留了三天 没想到就被她遇到了 这么说来 这只鸟真的是一只神鸟啊 当然了 如果没有神鸟指点迷津 我的丈夫真的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先生 这是给您和神鸟的谢礼 请您一定要收下 宝儿抽错了牌 竟歪打正着 救了一条人命 这事一传十 十传百 很快她名声大震 阿明的声意也跟着爆红起来 今天怎么又这么多人呢 不如明天再来吧 这里天天人都多 很多人都是赶了时机里的路 来这里让神鸟算命的 那只鸟真的有这么神吗 当然了 大家都说这只鸟 是观音菩萨点画的神鸟 是专门到城市来救苦救难的 什么菩萨点画的神鸟 搞迷信这一套骗钱 应该抓起来 它是谁啊 你是外地来求卦的吧 赶紧走吧 阿飞来了 这挂就算不了了 是啊 他是镇长的儿子 整天游手好闲 为非作胆 谁家的生意 只要让他盯上了 那就没法做了 你不是会算命吗 那你算算 你的这只鸟 能活到什么时候 菲哥 我哪会算命啊 我现在就离开 这么说 你这是承认自己 装神弄鬼骗钱了 好 既然你承认了 那我就把这个狗屁神鸟采成肉酱 免得你继续用它来骗人 菲哥 不要伤害它 求求你了 不愧是神鸟啊 要想伤害它 哪有那么容易 是啊 神鸟哪能轻易的被伤到呢 什么狗屁神鸟 受惊的宝儿 第三天夜里 才飞回到了家 阿明知道 这里待不了了 第二天早晨 他正准备带着宝儿 离开这里的时候 阿飞又出现了 菲哥 我们这就走 走 你们往哪里走啊 菲哥 我再也不敢 到街上摆摊算命 搞迷信了 这只鸟 真是有灵性啊 它竟然飞回来了 菲哥 我们这就离开镇上 干嘛要离开啊阿明 听说这只鸟 算命算得很准 过几天 我要出远门 让这只鸟 给我算一挂怎么样 菲哥 不瞒您说 算命嘛 都是骗人的把戏 只是为了混口饭吃 少啰嗦 快替老子算一挂 好吧 好吧 还好 它今天不是来找麻烦的 只要给他算出上千的命 就能平安无事 菲哥 您天庭饱满 地角方圆 生来就是大富大贵的命 哪里还用算卦呀 天有不测风云 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你赶快给我算 不要再啰嗦了 阿明摆好摊子 按程序 让阿飞写下自己的名字 就在阿明念咒的时候 偷偷给宝儿做了个手势 把儿 去吧 把儿 给他抽个上上千 只要让他高兴了 我们也就平安了 怎么搞的 我让他叼上上千 他怎么叼来了一只下下千 这要是让阿飞看到了 还了得啊 这千怎么样 哎 你这小子 在搞什么鬼 菲哥 您贵人命印 光抽一张签 是算不准的 必须舍弃第一张 改抽第二张才准的 这样 方能算出大吉大利来啊 你小子别耍滑头 赶快让那鸟 再替我抽个签 你要听话 知道吗 这是阿明对宝儿 发出最严厉的警告 接着 他又做了一个 上上千的手势 宝儿啊宝儿 你是鸟类 不能理解人类的复杂 虽然他是坏人 但我们为了自保 得给他个上上千 宝儿 这是干什么 怎么又掉了一只下下千 让我先看看 日落西山道路黑 荣华富贵变幻影 帮人一生魂归去 荒种增添一心坟 可恶的鸟 竟然敢救我 别跑 善恶有报 宝儿的本性告诉他 作恶的人 最终不会有好下场 结果也是如此 几个月后 阿飞酒醉不小心 坠入河里 一命呜呼 令人敬畏的小生命 人是万物之灵 人们可以驯服大象 老虎 狮子等猛兽 可以让它们被关在笼子里 可以将它们训练成演员 很多动物对人类居服了 背弃了蓝天 绿林和大海 但是却有一些并不起眼的小生命 向人类展示着它们不愿屈服的性格 怎么样 我这只小鸟不错吧 这是什么鸟啊 它怎么不动也不叫啊 这是麻雀啊 麻雀是养不活的 小冬 你还是把它给放掉吧 放掉它 那可不行 这是我费了好大的力气 才抓到的 那你有什么打算呢 我要一直养着它 这是不可能的 麻雀是无法信仰的 它们一旦被抓就会绝食 以死抗争 用麻雀的话来说 那就是 你可以杀死我 但不可以战胜我 哦 这是真的吗 不过 自从它被关进这个笼子里之后 它的确是不吃不喝 都一直瞪着眼睛 愤怒地看着我 就是这样的 通常一两天 它们就会死掉的 在我小的时候 也曾经抓到过一只麻雀 小麻雀 快点吃吧 这些小米很香的 你就尝一口吧 啊 小麻雀 小麻雀 你怎么了 傻孩子 你怎么能将麻雀 关在笼子里啊 爷爷 我喜欢它 我想养它 傻孩子 麻雀是很有骨气的 你抓住它 它是会绝食而死的 如果你真的喜欢麻雀 就不要将它 关在狭小的笼子里 对于麻雀来说 要么就拥有自由 拥有蓝天 要么就去死 它们绝不会在笼子里苟活的 如果它继续被关在笼子里的话 那最终只有死掉 啊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我看我还是将它放了吧 我可不想让它死掉 小麻雀 对不起 你走吧 你自由了 小麻雀 再见 麻雀身躯并不高大 模样并不美丽 但有一种威武不能驱的精神 也正是它的这种精神 让其彻底摆脱了人类的牢笼 也彻底摆脱了被奴役 被玩弄的命运 妈妈 你看 画上这只小鸟多可爱啊 既然你那么喜欢小鸟 那前几天 你怎么把那只小麻雀 给放掉了呢 妈妈 正因为我喜欢小鸟 所以才将它放走啊 因为叔叔说过 小麻雀被关在笼子里 会死掉的 是啊 不过宝贝 你还想不想再养一只小鸟呢 当然想啊 可是如果将小鸟养在笼子里的话 它们会不会不吃不喝而死掉呢 如果将一只鸟从小就开始喂养的话 那它就会习惯笼子里的生活 不会死掉的 宝贝 你等一下哦 哈哈 好漂亮的小鸟啊 妈妈 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 这是我一个朋友 从树上的鸟窝里掏出来的 它很小 什么都不知道 只要你喂它东西 它就会吃 搞不好 还会把你当成它的妈妈呢 真的吗 它真的会吃我们给它的食物吗 当然了 不幸你拿一些食物喂它试试 哦 小鸟 小鸟 快来吃啊 妈妈 你看 它并不吃我们的食物啊 它太小了 还不会自己吃呢 我们得喂它才行 妈妈 它吃下去了 它吃下去了 就这样 这只刚出生没多久的小鸟 便被关进了笼子里 成为了小男孩的宠物 可没多久 鸟妈妈发现了被关在笼子里的自己孩子 屋子里的窗台上 鸟笼里的小鸟在里面张着嘴 发出一阵阵叫声 窗外 鸟妈妈看到了屋内笼子里的小鸟 它激动地大叫着朝屋子飞去 却一下子撞在玻璃上 它隔着玻璃朝着里面的小鸟不停地大叫着 怎么回事 它今天怎么这么吵啊 难道又饿了 啊 妈妈 妈妈 你看啊 外面有一只大鸟 天啊 难道这是小鸟的妈妈 它怎么会找到这里来啊 妈妈 我们打开窗 放它进来吧 嗯 好的 妈妈 它怎么不进来看它的孩子啊 我想 这是因为我们在这里的缘故吧 只要我们躲起来 它就一定会飞进来的 哦 你说的有道理 随后 小男孩和母亲一起走出了房间 然后躲在门后 透过门缝观察着里面的情况 窗外的鸟妈妈朝屋内探头探脑地看着 果然 当它发现屋子里没有人的时候 便展翅飞进了屋子里 然后快速降落到了鸟笼旁 对着里面的小鸟不停地叫着 而里面的小鸟也对其不停地叫着 妈妈 妈妈 你快看啊 它果然飞进来了 哎呀 妈妈 它怎么又飞走了 我看 都是因为你刚才说话 把它给吓跑了 我的声音那么小 它怎么可能听得到呢 妈妈 它还会回来吗 如果它真是那只小鸟的妈妈 那我相信 它一定会再回来的 果然没多久 那只鸟妈妈又飞了回来 而且这一次 它嘴里还叼了几枚红红的小果子 妈妈 你看 你说得对 它妈妈果然又回来了 而且还给它带来了好吃的 哎呀 妈妈 这是怎么回事 天啊 难道这些小果子有毒 鸟妈妈竟然会用毒果子 毒杀自己的孩子 这样小男孩的母亲 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她带着疑惑 去警告一位动物学家 俗话说 虎毒不食子 像老虎那样的猛兽 都不会伤害自己的孩子 而一只小鸟 竟然将毒果子 叼给自己的孩子吃 这究竟是为什么 有些鸟类一旦发现自己的孩子被关进笼子里 它就一定会为自己孩子足以治死的毒果子 在他们认为 孩子死了也总比活着做囚徒的好 天啊 怎么会这样啊 我以后再也不将小鸟关进笼子里了 真是没想到 那么弱小的鸟儿竟然会做出如此的举动 不要小看那些弱小的生命 有时候他们的举动非常令人敬畏 就像那只蝴蝶一样 那一年 我和助手走在一个森林的小路上 前方的路中间有个小水坑 我们看到后只好稍微改变一下方向 从侧翼绕过去 可就在我接近水坑时 却遭遇到了突然袭击 哎呀 怎么回事 这只蝴蝶怎么搞的 竟然往人身上飞 它这是在做什么呀 该不会是在袭击我吧 教授 你真会开玩笑 一只蝴蝶在袭击人类 这怎么可能啊 就在两人谈话结束后 那只蝴蝶 又再一次的发起攻击 动物学家不由得往后退了几步 那只蝴蝶也停止了攻击 它挥动着翅膀 在其面前的空中盘旋着 你看到没有 它的确是在袭击我 只要我后退了 它就会停止攻击 蝴蝶袭击人 教授 这不可能啊 那我再试一次 说着 它又继续向前走了一步 那蝴蝶见后 又一次发起攻击 动物学家后退一步后 那蝴蝶也停止攻击 只是在其面前盘旋 怎么样 你看到了吧 它就是在攻击我 阻止我继续前进 是啊 可是它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我们怀着好奇心 后退了好几步 然后仔细地观察才发现 在水坑边 有一只奄奄一息的蝴蝶 原来是这样啊 那只蝴蝶一定是它的伴侣 而它为了保护自己的伴侣 不受伤害 竟然向人类发起进攻 是啊 它对伴侣的爱 和保护伴侣的勇气 实在令人敬佩 我们绕道走吧 就让这只蝴蝶安安静静地 陪伴它伴侣走完最后的一程吧 嗯 在这个世上 那些在我们看起来弱小的生命 其实有很多让我们敬畏的地方 嗯 今天真是让我上了宝贵的一课 1996-5232 1996-5232 银行账号 银行贷号 土地银行 005 账号 012-001-197-388 012-001-197-388 传播佛法 救护生命 慈悲之夜高雄分会中山书坊 举办传授八观灾界 祭念佛共修 恭请赞江法师赞同法师领诵修持 日期 3月19日星期日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 高雄分会中山书坊 高雄市新兴区中山厄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瞻法义 共睦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与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法会直播 请搜寻脸书 佛教中山书坊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3月28日星期二 上午9点 举办清明孝亲报恩超度法会 礼拜慈悲三昧水颤 恭请广护法师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重 3月29日星期三 上午9点 举办中峰三十系念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重 3月30日星期四 上午9点半 佛学讲座 即佛前大功 13点30分 于且宴口超度法会 恭请会态法师 会量法师 广护法师 共同组法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 三星乡三星路二段 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目福恩 疫情期间 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认清这深与义的本尊 鲜明显现 有如大印 自始及自然圆满 无需寻求 乃是觉醒境界的体性 认清道 在由此认识之后起修 即是由修单一本尊 而修一切佛陀 认清本尊的身形 鲜活献起 而不会衰败或消退 并且超越出生与死亡 这就是关于 生大印的直指教研 我现在要给予 与三种子字的直指教研 认清你头上的白色翁字 是善事生的体性 喉间阿字 是善事与的体性 心间的哄字 是善事义的体性 认清翁字 能清净三界 一切友情众生 在身方面的遮障 阿字 能清净三界 一切友情众生 在语方面的遮障 哄字 能清净三界一切众生 在语方面的遮障 在身与意 遮障 清净之后 将生起三种 成就的征兆 经由翁 成就生 你的身体 会生起大乐 因此认清此为大乐 法身 经由阿 成就语 你的话语 会产生力量 因此认清此为 法性的声音 空性之语 经由哄字 成就意 你的心中会生起了症 因此 认清此为法界的 五念现前 这些鲜活现前时 会出现三种的不间断 翁为吸气 从你的头顶显现 阿 阿 为住气 从你的喉咙显现 哄为吐气 从你的心间显现 认清这三个种子字 息息息不断 犹如你的呼吸 即是金刚颂 这是关于 与三种子字的 直指教研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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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deo 中文字幕——YK